2019年4月18日19点58分联合报记者孙曼及时报道晋升亿万票房难移的刘以豪 今天是第一次出席卡地亚的顶级珠宝晚宴 看起来相当紧张 而他佩戴表盘香满钻石的手表非常闪耀 我非常喜欢我的手表 他可以让你忘记时间 不要被时间束缚 平常很少佩戴珠宝的 他说这是第一次身上有这么贵重的东西 他也很喜欢胸口有点阿尔迪科设计的古董胸针 也是他穿西装会佩戴的东西 是否有想买个东西犒赏自己演艺事业有成绩 他笑说自己还要多努力才能入手忘记时间的表 因为身上贵重而有点僵硬的刘以豪一直提醒自己要小心谨慎 有媒体要求他帮悲伤同剧演员好友陈婷妮佩戴项链 他立刻拒绝因为实在很怕他脖子上那一串五亿元美钻 后面有好几个灵 还笑说这种贵重的珠宝要躺着戴比较安全 下面用棉被接着别掉了 平常也躺着帮女朋友戴项链吗 没有 那个灵是可以负担得起的啦 很安全 希望大家好好欣赏美丽的钻石 不要被这些灵束缚 刘以豪第一次出席顶级珠宝晚宴 直言自己很紧张有点僵硬 记者吴志硕 摄影分享卡蒂亚钻石胸针 白K金箱链钻石与高马脑 313万元 图 卡蒂亚提供分享卡蒂亚罗戴鲁与卡提尔万表 36毫米白K金箱钻表可与表盘 卡蒂亚1847百万库轮型工作防精致手上链机心 555万元 图 卡蒂亚提供分享莱斯布洛克阿兹 会